哇 那比我那個員工少一萬塊 對 他其實像這種行程 說實際上 他們這公司已經殺到地了 說實在 兩萬七千九 上班族是不是很動心 對 光這個 然後聽到有五星 我一定想要去 推薦另外一個 我特別喜歡的國度 南歐的一個國家 它實際上97%的亞洲 3%的地方在所謂的歐洲 就是土耳其 八天五夜深度文化自由行 土耳其對我們來講是蠻神秘的 而且 實際上 我覺得土耳其是一個很棒的國度 它不只有回教帝國的那種彩色 我們那種不同的那種色彩 那它有歐洲古羅馬帝國的文明 還有相當珍貴的一個奇景 特別喜歡歐洲 秋天所有的樹葉 變成金黃色跟紅色 到那個地方真的是 感覺起來很有很有不同的味道 我記得也是八天的 另外一個我特別喜歡的國度 南歐的一個國家 它實際上97%的亞洲 3%的地方在所謂的歐洲 就是土耳其 對 八天五夜深度文化自由行 土耳其對我們來講是蠻神秘的 而且 實際上 我覺得土耳其是一個很棒的國度 它不只有回教帝國的那種彩色 那種不同的那種色彩 那它有歐洲古羅馬帝國的文明 還有相當珍貴的一個奇蹟 你介紹一下你好玩的地方 而且好玩的地方 當然軍事坦尼堡跑不掉 伊斯坦布 那軍事坦尼堡它有回教帝國的這種色彩 還有羅馬帝國 這個很有名的地下宮殿 然後呢 再來呢各位可以看到清真寺 這個是很有名的兩座 一個叫哈吉索菲亞大教堂 還有一個是藍色清真寺 那這兩個是各位如果說 哇 漂亮 它天非常藍 非常漂亮 那在軍事坦尼堡 實際上純粹就是以 看就是異國的色彩 還有建築跟所謂的古文明 你可以看到這個擺直的 那隨便拍起來 感覺起來都很有那種歐洲的風味 然後呢 我最喜歡的是它的遊船 搭乘遊船由達達尼恩海峽 然後呢 博士布魯斯海峽 在這個地方來講 整個它的黃昏景色相當美 船程一個鐘頭半 整個橫跨歐洲跟亞洲 它整個兩旁那個景觀相當美 那這個純粹就是 你所感受的一個就是說 歐洲的味道 那至於來講的話呢 那開車 長車程 那你可以租車 來到相當壯觀的卡巴多西亞 這是全世界最壯觀的峽谷 地形地貌所形成的 有地下供電 然後呢 尤其是人一生 有三個飛行器具你要搭乘 一個就是土耳其的熱氣球 然後呢 一個是肯亞的動物大遷移 還有一個呢 就到冰島格陵蘭 搭小飛機 所以呢 坐到上面 你同時可以看到五六十個氣球 不是像台灣只有六個八個十個 然後五六十個同時起飛 然後在天空 從天還沒有亮 到整個完全亮完再降落 然後飛行時間一個小時多 所以你整個感覺起來 那種你上到天空 你才知道世界是很渺小 然後所有的最壯觀的景色 都在底下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 非常有名的棉保 然後呢 這個是特殊碳酸鹽地震所形成的 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各種不行的地貌 而且各位呢 現在水又開始復活了 因為洗乾淨完畢之後 所有的人都可以下到這裡面 有很多人下到裡面 泡溫泉 泡腳 然後呢 再來呢 可以來洗溫泉 這是埃及燕後所洗的溫泉 埃及燕後 然後呢 這個溫泉池 你只要呢 買一個泳池的費用 十塊錢 大概相當於台幣 十塊錢歐元左右的四百塊 可以來泡一下 非常有名的溫泉 然後 所以在這個地方來講的話呢 當然 軍塔尼堡最壯觀就是它的Bazaar 它的市集 各式各樣的市集 然後小東西 然後呢 它還有一個很有名的香草市集 你在那邊可以買到芬花花 然後呢 香料 然後土耳其的軟糖 然後各式各樣小東西 尤其這個惡魔之眼一定要買 好香喔 這是送人的小東西 最能夠代表土耳其的特色 然後呢 至於來講的話呢 它的各種不同的美食 因為土耳其燒烤著稱 所以它的 這個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是烤魚 然後呢 烤肉 看起來實際上都是以烤味為主的 這個就是各種不同的肉串 然後呢 剛才 好好吃喔 你可以看到 感覺起來 然後這個就是烙餅 各種各種不同的烙餅 而且最好的 你今天吃的美食是自費的 烙餅都不貴 土耳其的消費很低 所以它可以比義大利更便宜 然後呢 除了機票價錢呢 實際上跟剛才那個差不多之外 在這邊 土耳其的茶 很有名的土耳其的紅茶 土耳其的咖啡 還可以喝完還記得可以算命 就是它的渣是浮在上面的 把它蓋在上面 算一下你最近的運氣怎麼樣 然後呢 口感味道 它的一杯消費都很便宜 在土耳其消費真的是 便宜到不行 尤其那個秋天去啊 你知道 那柯文哥你在找的時候 他那邊找自己照片 想要畫對不對 在那邊看有沒有美食的 沒有 實際上在歐洲 我特別喜歡歐洲 秋天所有的樹葉 變成金黃色跟紅色 到那個地方真的是 感覺起來 那很有很有不同的味道 我記得也是八天的 然後要七八萬 你看這個很優惠 今天是小資女小資男秋天的時候 一個年假我們就去玩 哇塞 兩萬九千九 真的 它的機票價錢 你不要做好我們節目 大概只有兩萬塊 因為它的車資跟餐食 很多民宿 你去從那個背包客網站 你要負責任喔 真的 背包客網站 兩萬九千九這個數字出來之後 我沒有騙你 真的 一模詭異的笑容 台幣五百五 因為他剛剛講的 一個晚上住宿 台幣五百五百五 絕對有這樣的一個價錢 真的 住宿 住宿的方式有很多 你去青年之家 一個晚上五百塊的 YMCA那種 是啊 也有啊 事實上說的對 但是土耳其的民宿 大概在五百到八百 台幣 一個晚上 所以你這樣加起來 這些小東西實際上都很便宜 唯不唯險 土耳其人很淳樸 因為像華安非烏魯木齊 非新疆是剛開的 它有個狀況是 它從五月開始開的飛機 它一張機票是 一萬八千多歲外 然後加起來大概兩萬 兩萬多歲 對 所以它的這些真的很便宜 好 我們看接下來要介紹 也是很便宜到哪裡 韓國內藏山五天事業 賞風之旅 我看你能便宜到哪裡 這是誰要介紹的行程 這是小弟我嗎 喔 老師啊 他現在越來越小了 光復你不能叫我 你要注意一下 我這幾年常常到韓國 去賞風 好不好 他高檔消費者 對 這也算是我的專長之一 對韓國 而且賞風來講 我是相對日本 從你穿著就看得出來 你看 靴子這樣塞進去 那種韓風的 老師也是韓風 對 我有講一件事情 如果賞風來講的話 韓國去賞風 絕對會比日本便宜很多 很多 而且那個景色絕對不輸日本 唉唷 謝謝 來 而且這一次我們走的 不是一般的團體 然後順便看到楓葉 這個是一個賞風的主題團 所以我們要去的就是 韓國第一名的賞風 叫內藏山 內藏山的話 等一下第一名沒有問題了吧 沒有問題 非常漂亮 沒有問題 你這個地方我信過 凱哥是蠻有信心的 我自己要排名的了 我自助理也都去韓國 第一名的地方 內藏山 內藏山 對 然後大概有十幾個山頭 那我們主要走的是 內藏寺的一個賞風的路線 它最有名的就是 它的一個單峰隧道 等一下我看下面一遍 哇 好漂亮喔 這個馬爾山的路圈溫泉下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SPA館 叫洪森SPA館 然後它有用那種特別 就是韓國的養生療法 就是用洪森的泡泡浴 來做療療法 那那個白色是泡泡 對 是泡泡 是泡泡 但是沒有色情的成分 很健康的 對…泡泡浴 對… 因為它有金木水火土的一個療程 這是屬於金的療程 那木的話就是說 躺在那個分箱的 那個木的櫃子裡面 去做熏香 那水的話就是做SPA 那土的話就是用 汗蒸木 就是汗蒸木做個土療法 這樣子 所以整套扣子做起來 對 非常特別 也只有去馬爾山這個地方 能夠享受得到 這是唯一的一個地方 接下來的話 我所要介紹的就是一個美食 對… 一般來講的話 去韓國大家覺得 韓國吃得太簡單 所以慢慢的我們要推一些 就是韓國正統好吃的餐點 那不是團餐的部分 那這個商品的話 叫巴色烤肉餐 在我們本台的那個 食尚玩家節目 大概介紹過兩三次 這麼有名喔 對…還有八種口味 就是人生的 紅酒的 香草的 松葉的等等等八種口味 然後有每個五花肉來講的話 它們不同的口味 就是有不同的感覺 韓國五花肉有名的 對 韓國五花肉有名 而且這個是有名的 知名的那個美食導演 他特別調製的 所以這個餐來講的話 是非常特別的餐 好 我們回到所有之後 就是用一些特殊的餐點 好 這個是它的五花肉 然後另外來講 就是在這邊做十版的烤肉 它不是一般的同盤烤肉 它是十版的烤肉 然後也配上那個泡菜湯 來做解膩的一個品嘗 這個就滿吸引人的 對… 歐巴… 另外來講的話 我要講一個就是 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常常在推就是說 一些明星開的店 因為明星開的店 第一個韓流 那小女生 少女 或者是我們的一些 偶爾都非常喜歡 然後這個餐的話 來講的話 它是… 這個是Seven 韓國的歌星這樣子 它它所開設的一個就是 做那種 安東粉絲燉機的餐廳 這也好好吃 對 就韓式的滷味機 就類似韓式的滷味這樣子 但是它的辣度是可以調整的 然後這個價錢來講的話 也是非常的划算 這個我們還要含下去 吃下去其實是意猶未盡 這個餐食算不錯 另外來講的話 你這是用美食在… 對 我們就是賞風的主題 加美食 對 對 然後另外來講的話 這個的話是 挪夫部隊鍋 好 這個是我們 就是等於是韓國的一種 就是融合西式的一種 一種… 一種西式的雜鍋這樣子 對 然後有進辣 它裡面有韓泡麵 所以吃起來的話 有點像在吃零嘴 可是又有一種正餐的感覺 對 還有午餐肉啊 最棒的 對… 然後目前來講的話 就是江南大叔他代言以後 他推出了一個美人鍋的套餐 這部分我把它含進去 所以我們吃的都是知名的餐點 吃那麼多美食 然後又可以泡溫泉 沒有錯 光那個美食就很想去 就很值得吃到那些東西對不對 他剛剛介紹的時候就流口水 對啊 他自己吞好幾次口水 下次那個五花肉帶回來一點 不行 你會被那個米格魯查到 對 現在會罰錢 好 我們來看多少錢 多少 多少 一萬八千九百九十九 一萬九 真的嗎 五千四耶 因為市場上那一張三的鞋子 都在兩萬以上 真的 而且沒有這麼多美食耶 沒有五千米 這個數字是一定爆滿 這團應該是爆了吧 這種餐食這種食術 說句實在話 這個價格很低 相當相當的低 非常便宜 非常便宜 好 謝謝光復的介紹 謝謝 太久了 對啊 接下來 我昨天晚上還在翻 我們溫世凱的什麼 曼谷奢華小旅行 是不是 他那本書 你應該是要介紹對吧 曼谷 太享受 時尚五天事業 超級自由 曼谷也是很多台灣人 很想念韓國吧 有沒有發現剛剛這幾位 飯店都沒有特別的介紹 那你就要到泰國去住 特別是到曼谷 到曼谷呢 像我來推薦的這一家 叫做Tenface 它呢 一般來講它是 等於是過去在食尚精品 所有的雜誌 所有的書都在介紹的 而且它的房間呢 你仔細一瞧 它不是只是一個房間 它是一個套房 也就是你有一個房間 還有一個客廳 你知道我那時候 我昨天晚上 上網去查它的價錢的時候 它平常一個晚上 大概是四五千塊起跳 九月份的時候 只要兩千三百塊錢 一個晚上 套房 對 它還準備 每一個房間 還準備一個SIM卡 也就是說你的手機 你直接可以換上它的SIM卡 你就可以在泰國打電話 可以打電話給他們 對 萬一有什麼狀況的話 可以打電話給他們 這個服務好 這個服務真的好 非常的棒 重點是我推薦的這個 五天四夜裡面 對不對 它總共包含了兩個飯店 這只是其中一家 那另外一家呢 是這兩年我自己非常喜歡的 它叫做Hotel Muse 然後這家有沒有看到 它完全走的是 法國的一個風情 有沒有看到它的拉筆進去 這是泰國 對 泰國 重點是它的床 對面的女孩子 看到這個浴缸 是不是一定要給它躺一下 工作那麼辛苦 要不要給它躺一下 一定要的 對不對 你平常它的飯店 都要五千多塊 六千多塊起跳 那時候我昨天晚上上去查的時候 九月份只要三千塊 你就可以住得到 所以你想 我們住的部分 對不對 已經包含很大的一個部分了 再來一點就是 我們到了泰國去 我們一定要幹嘛 工作那麼辛苦 一定要給它好好的做 泰式按摩 要不要做 要不要 兩個小時四百五十塊錢 一下飛機 馬上就給它做了 對不對 純的嘛 純的 泰式按摩 阿豬媽的 我怕你都要介紹一個OAO 那個不只這個價錢 四百塊 有多便宜 工店的價錢 以前四百 以前四百 對 以前四百 有多便宜 真的大